Baidu介紹了Earne Bot 新型的大型語言模式和生產 AI 產品 百度AI能夠翻譯 還能多模型生成 當時一推出就獲得不少企業客戶青睞 中國的Baidu說自己的AI chatbot 名為Earne 在美國的產品中有很多測試 技術巨大人說Earne 3.5 最新版本超過ChatGPT 百度更聲稱最新版本 甚至打敗了紅遍全球的美國ChatGPT AI技術無遠福建 但若是用在軍隊上 恐怕後患無窮 港媒披露有中國軍方背景的研究室 正利用百度開發的生成式AI聊天機器人 以及中國AI語音辨識大廠 科大訓菲開發的新火認知大模型 來訓練軍方的AI系統 消息一出不只讓百度骨架重挫 更怕魔鬼終結者電影劇情未來將真實上演 電影《魔鬼終結者》中 人工智慧系統天網派出殺手 回到從前要拘殺人類反抗軍領袖生母 當時只有不少學者認為 若是AI武器化的話將對世界造成極大威脅 一旦跟軍事關係相關 那尤其跟這種所謂的AI人工智慧相關的話 有可能就對於美方就會對於所謂的一個 百度的公司就有進一步的一個制裁的效應 那如果這樣的制裁一啟動的話 尤其在資本市場的籌資上會有更大的影響 儘管百度火速撇清與中國軍方研究室並沒有合作關係 但中美關係從科技到晶片攻防戰之下 巨詹認為百度恐怕有高機率將會被列為制裁對象 三地區議員張亭曉樂副詞綜合報導